哈喽朋友们 我是货车自驾的小春娜 我是江总 现在的话我们出来已经将近19天了 目前这个位置的话是在南乌湖的上游 这个我们昨天晚上找的一个露营地 给大家看一下美不美哦 四周全部都是草原高山 看到没有这种云木环绕 特别是这边的这几个雪山 在江总的话就已经在里面煮饭了 趁着这个时间呢 我用五文集看一下这边的景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动eyき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待再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姨 现在要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旅程 今天的目的的话是从然无无出发 赶到一个卢然小镇 今天预计的话会走个161的70公里的样子 据我了解再往前两公里就到了本次318每个机架子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叫做网红涉水路段打卡点 江湖人称来了会后悔不来会更后悔的一个打卡点 一起水里博的镜头 我们一起揭晓一下 没错 刚才大家所看到的画面的话就是灵芝波蜜的网红涉水打卡点了 我相信刚才大家已经看到好几辆车冲过去了 也包括我的车 说实际上这个地方的话 你来个一次两次就可以了 我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他会来这个地方冲过五四六四七四 当然我们也是路过这里哦 顺便给大家看了一下这里 这里确实是很热闹的 人山人海全部都是车停在这里的 不过我们作为一个匆匆的旅客 我们打一个卡就准备走了 因为今天的话 我们还要往前走一个将近一百六十公里吧 如果是你们来经过这个地方 你们车会打算来这里溜几圈呢 过了网红涉水打卡点之后 我们往前走了将近五十公里 遇到了一个小超市 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多了 赶紧先把今天晚饭的晚菜给准备好 然后进到这车超市里面进行选购 每天吃什么是一个头痛的事情 经过我们将种七选八选 最后决定选择了一个今晚的乳猪蹄 然后就挑了将近有两斤的一个乳猪蹄 今天晚上的露营地找到了 距离卢浪那边的话 还有八十公里 高山 树林 小桥 流水 人家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只搞一个菜哦 卤猪蹄啊 满满一锅的猪蹄啊 什么蚝油啊 酱油啊 白萝卜啊 香菇啊 一锅煮了啊 现在把它盖起来 开始点火了啊 点火一次 现在我们的卤猪蹄啊 已经在里面卤着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啊 太美了 这边是有雪山的啊 看到了一个有一个 房屋那里 把那个雪山遮起来了 然后明天上午我们起床的时候 再用文机给大家发一下 兄弟们点个赞啊 我这里距离拉萨的话 还有600公里的样子的啊 感谢你们了